南台一月底 室内口罩亲至上路 仅有大众运输及医疗机构等高风险区域需要强制佩戴 其他区域都已放宽规范 不过政策实施至今 仍然有许多人口罩不离身 除了COVID-19外 还有其他传染病的隐忧 有人因为防疫戴口罩 有人则是防范空污 尽管先前一项民调显示人民倾向支持解除室内口罩令 但实际上多数人还是选择戴着口罩 疫情历经三年 各国逐渐放宽强制性措施 交友人民自主防疫 如何在预防病毒和生活便利间取得平衡 成为个人的日常课题 主要社综合报道